最近可真是怀胎生娃的高产期 就在前几天 佟丽娅 王月鑫的老婆和陈浩敏的老婆 相继宣布怀孕的好消息 那今天著名导演 陆川和央视美女主播蝴蝶的孩子 小葫芦也咕咕坠地了 今年4月 陆川在微博发布 与央视美女主持蝴蝶领证的照片 宣布已步入婚姻的殿堂 没过多久 10月22日早晨 陆川又发微博宣布 已经当爸爸的喜讯 其今二两 母子平安 谢谢所有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爱你们 小葫芦皮肤白皙 大眼睛 双眼皮 瓜子而脸 终于放心了 终于放心了 我说陆岛您对自个儿的长相 是有多不自信 不过好说回来 小葫芦的妈妈蝴蝶 可是有央视最美主播的名号呢 你瞅瞅这长相 拉去演七仙女也不为过呀 还别说 在这娱乐圈中 长相随妈就放心了的情况 还真不少 要说音乐方面 谁最能代表80后的回忆 周董认第一 谁敢称第二呀 只不过这拼颜值 确实有点为难小编呢 自昆琳生子以来 小周周就一直备受关注 直到10月14日 昆琳在微博首度 公开了小公主正面照 我们从照片上看 小周周这睫毛 简直长破天际 虽然眼睛是闭起来的 但是不难看出小周周是大眼睛 妥妥的随妈妈 我觉得特别漂亮就是她的起毛特别漂亮 小朋友会一直在改变嘛 对啊 那当然是希望越像她越好 没有随周董的小眼睛 藏碎了心的亲妈粉们可算是放心了 说到孩子的颜值 赵薇的女儿小四月就不得不提了 遗传了妈妈大眼睛的她 虽然长相甜美 却有着一副高冷公主饭 此前刘烨一度宣称 自个儿家小帅哥诺依 与小四月看对眼 但因为高冷的气质 刘烨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像娱乐圈中少被提及的刘欢女儿 也有着一张超越父亲太多的样貌 乐家女儿着眼一看 也是显得萌萌嘎 不用多说 我们也一目了然了吧 看来这随妈的长相真不是盖利亚 行李再信 编辑班